民进党的绿色暴力 就是一个官逼民反的概念 待会儿要先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你可能要做好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真的是看了蛮心痛的 这个南铁地下化东夷 十年来的抗争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户了 屋主是一位女性 叫做黄春香 今天清晨6点钟 其实5点多人就来了 天还没亮 强制管收被高 被这个强托拖出去 她的腿也受伤 她也拍了这个影片 一路上骂政府是土匪啦 天打雷劈啦等等 你有什么办法不可能骂 来了300名的警察 连拖带拉 包括我们看到50名来生源的学生 拖拉出去再走之后 三公里外把他们给丢包 7点35分已经成功的接管 好这个事情呢 当然这个引发了极大的一个批评 但是我们来看看2013年7月份 苗栗大浦似乎遭到突袭拆除 当时民进党是在野党 他们怎么说呢 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 政府对弱势者没有同理心 整个事件就是一个暴力 这样的政府让全国感到愤怒 那现在呢民进党执政呢 一样就是重演 你要不要出来骂一下 蔡英文当时怎么说 她说政府基于商业利益 自意征收人民的土地 冷酷无情没有给人民尊重 当时的民进党立委油美女说 要求中央尽快出面说明 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去搞民粹 现在呢中央政府是民进党的 台南也是民进党执政 你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今天上午如何强拆民宅 大批盛岳学生挤在铁栏杆外 试图跳进去 南帝东夷坚持到第九年 还有最后一户反拆迁 学生夺走四个警用盾牌 和两根警棍 警方脸面无光 随便队长趁学生在发表声明 偷偷溜过去 想要拿回盾牌立刻就被发现 警棍队长这回来硬的 立刻被石多名学生架住 特警警察全部得上来 总算抢回盾牌 但其实冲突行动从一早就开始 警察都会 石多名学生受勾手 层层叠叠躺在迷传内地板上 被三百位远警抓住手脚 一个个全部扛出去 警察推卦 眼见刮不敌众 学生不断反抗尖叫 还要警察别太大笔 找女警 找女警 质地冲突从屋内到屋外 附近居民想回家 但路被封死跟学生互抢 走走走走 屋主先被女警带离开 但这一拆透天错 从原本的三十四平 剩下十五平 但房价和建物补偿 九百多万元已经汇款进账 换算下来一平将近五十万元 这是什么世界啊 我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屋主感到无处 申约学生也不排除再次集结 长期抗战 介绍离弃杜云杰 王书宏谈谈报道 好类似的场景 二零一三年也发生过 当时是猜这个苗栗大谱四户 结果当时我们看到民进党在野党骂成这样 但现在你执政了呢 第二任执政了 现在完全不作声 这个屋主黄春香说呢 他们之前去行政院呈请 行政院就派出了一个官员说 没问题啊我们要找这个来开会啊 再协商 等他承勤完回到台南之后 拆除公告马上就贴出来 嘴巴说的一套做的是一套 用公权力来逼迫人民 民进党干的已经一样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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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